有方法一是上個禮拜的 方法二的話就是用Date 不過相對的Date你會發現 其實有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前面本來是 End的一個斜線 這邊End的一個斜線 然後把它改成用外面包一個Date 你會發現其實裡面的三個公式 三個函數其實都一樣 像那個Lapse、Mid 跟Right其實用的是一樣的 只是說包在一個Date裡面而已 其他都一樣 因為這個Date函數就會自動幫我 轉換成真實的日期格式 所以其實就可以做出結果來 底下當然有提到VBA部分 VBA部分主要就是針對 我剛剛講的這個資料 上個禮拜提到的這個連結 就在上面這邊 網址這邊點擊 所以你點開來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CSV 當然上個禮拜就下載它 然後把它下載之後打開做練習 所以待會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練習有兩 至少有兩個方法 上個禮拜做的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的話就是這個Date 所以你就點這邊 然後他會下載那個CSV 你把它打開 其實就是在原來的日期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要把它修正 修正有兩個方法 不過你會發現這兩個方法都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必須要先在B欄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新的欄位 然後再去做公式 那兩個公式 我是先取巧一下 把第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直接用貼到 其實如果你要 假設你做錯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很簡單 你直接把那個公式貼 貼到B2這邊 這邊有沒有 打個勾 其實就有了 有沒有像這樣填滿 這樣子就是上個禮拜的 然後你Ctrl C 這邊Ctrl V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再把這個刪掉 如果你要復原練習的話 Ctrl Z 把它復原 那第二個方法的話就是什麼 我不要用這個文字 我要用什麼呢 我要用那個 Date的話就這一串 OK 一樣喔 Ctrl C 然後呢 把它這個 貼到這個 這根上面 然後把它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 寬度不足的話 把它拉寬 這個寬度不足 只是說呢 你用Date 複製貼過去之後 剛剛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衍生性問題 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這個123 它會變成是數字 不過不管 如果是數字的話 這一欄刪掉之後 你可以把這一欄 記得把它先選起來 Ctrl C 向下 然後按右鍵 把它做一個什麼 把它做一個 這個格式 換成日期 這樣就OK了 但是啦 剛剛的這兩個方法 其實雖然說 都可以 只是說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 假設你下一次再下載資料 你以後再做一次 再下載以後再做一次 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們希望一勞永逸的話 我把它先Ctrl C 我把它復原 我不要用剛剛的這個方法 那 我是建議 乾脆你就在這邊寫個VBA程式就好了 有人說你不要 不需要再插入一欄喔 然後呢 它可以 直接執行那個VBA的程式之後 它的斜線就自動 就可以 產生 然後你也不需要特別去 修改什麼 什麼地方 就可以完成 所以呢 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改成 如果假設我不要用公式 而是希望寫一個VBA程式 可以讓這個日期做修正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去 把那個修正日期的VBA程式給寫出來 所以呢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提到的部分 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 就是說 如何 寫一個修正日期的VBA程式 其實程式碼在這邊 那待會我再講一下 因為程式不多啦 程式其實基本上 就是一個FOR回圈 加上一行敘述 這個為什麼會兩行 因為這個寬度不夠 所以其實只要 一行 然後一個NAS 就OK了 所以其實一個回圈裡面做這些事情 這件事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